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晨两点半的报告 我出来干嘛 是一个比宵夜还要厉害的一种美食 那就是我们的土窑烧鸡 这么晚进村 这是 这一个村的狗都在叫 咱们快走 师父你好 您这是在给这做按摩吗 入味嘛 把它按摩一下容易入味 除了在里边放盐之外 还放别的调料吗 不放了 我们就是神盐烟剂的 别的调料不放的话 它会不会有猪的腥味 会油腻吗 没有的 因为我们土窑 把它那个味道什么东西就吸掉 李师父烤猪不用任何香料 他说这是小时候 他父亲烤猪的方法 这是个松皮是为了让它们的防击它的报 要不然的话 要是没有这些眼这些油出不来 在里边就会 还会把这猪皮给顶起来 这个我能来 试试吧 这样行吗 我这个 不够力 不够力是吧 这猪什么时候能好 腌制好的猪肉 在土窑中三进三出 猪火把皮烤熟 大火烤出油脂 需要烤至将近三个小时 这个贴的纸是干嘛用的 防它烤高 什么这个猪烤的 怎么样了 非常好 这个皮要脆一下 怎么能看这个猪烤的烤呢 很多油猪的 这个就特别脆的 等一晚上了 能不能弄块先尝到 外焦里面 入口气化 有人点美味 太好吃了 土窑烤猪 费时费力 李师傅说 他想靠双手 留住父亲的老手艺 留住童年记忆中 最美好的味道